好 那我們開始上課 然後說今天會把這個 期中考前的 內容都上完 好不好 最主要就是復習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已經少了 那今天上完之後 下禮拜 下禮拜 就講講別的好不好 所以下禮拜一 你們要來也可以不要來也可以 然後我應該不會錄影 想來的人再來 不想來就不要來 不錄影可以亂講話嗎 其實我錄影都亂講話 人家的幅度可以更大一點 不然你想要我講什麼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我們今天這個話的目的就是 把這個復習一下然後做結論 好不好 我們比怎麼不見了 那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要說一個Question 我們總共有四條對不對 有沒有人現在可以馬上寫出來 有人要上來寫嗎 第一條我們寫的是 法利盡率對不對 所以 市場的變化會產生旋轉的電場 那第二條我們講的是 安培盡率對不對 磁場可以由 電流產生 或是變動的電場產生 第三條我們講的是 高濕定律 我們的發散型的電場 是從電荷產生 最後我們講的是 高濕齒定律 沒有東西會產生發散的市場 那這個是微分形態 那如同我說的 我鼓勵同學被微分形態 好不好 你被微分形態可以馬上轉成 積分形態 那微分形態很簡潔美觀對不對 我們沒有任何的 積分符號 或者是 很長很 我覺得微分形態相當簡潔 你看看我覺得很美麗 有沒有覺得很美麗 我們再講一遍 第一條講的是什麼 隨時間變化的磁場 會產生旋轉型的電場 第二條呢 旋轉型的磁場 由電流產生 或是由 變動的電場產生 第三條 電荷可以產生發散或是匯聚的電場 第四條 沒有東西可以產生發散或匯聚的磁場 也就是它沒有像電荷一樣的磁單體 沒有這種問題 永遠是配對存在的 也就是磁鐵砍一半 還是會變兩個磁鐵 不會變一個N一個S 這四兩套同學都記得很清楚 不能忘記啊 我說過這個要陪你們一輩子 知道 最好陪你們一輩子 這麼簡單 這個 學很快啊 比賽一分鐘末寫 比賽誰學得快 那之前我跟這個前幾天講 我鼓勵同學做這個電磁學小卡 你就把這四行 抄在一個小卡片上 你睡不著我都看著它 對就睡著 那你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到處貼對不對 你們那個電腦旁邊也貼一個 然後床上 天花板也貼一個 門上也貼一個 到處貼 跟它培養感情 這只有四條嗎 也沒有別的啊 這麼簡單 也沒有別的耶 我們電磁學就搞這四條而已 真的 即便是很高深的 電動力學 還是搞這四條 沒有別的 只是它很多東西藏在裡面 很多東西藏在裡面 我們現在不知道裡面藏了什麼 但是 最主要就是這四條而已 那 我們怎麼把它轉成積分型態 我做一遍 我做一遍 那第一個 我們的克勞一 我們跟面積做幾分 那如果說 我們這個左邊 我們跟面積做幾分 CURL跟面積做幾分的話 會變成環幾分 對不對 線環幾分 就會變成電場 沿著這個loop 幾一圈 那右邊呢 我們把這個時間分 空間交換 就會變成 遲通量的變化 所以時間的變化 這個 應該馬上就可以寫出來 對不對 你就看到CURL 就想要跟面積做幾分 你看到Divergence 就想要跟體積做幾分 你們很快就會熟悉 好不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 再做一遍對不對 反正我們做四條 沒辦法做在外面 我們走一樣 我們就跟面積做幾分 那右邊一樣 跟面積做幾分 我們這個CURL 跟面積做幾分 就會變成 線幾分 對 極圈 那右邊呢 電流隨著那個面積的幾分 就是你的CURL 電流密度 跟面積的幾分 就是你的CURL 然後加上呢 你電通量 可以時間的變化 那第三個呢 我們這個高次定律 我們看到Divergence 就要很想跟體積做幾分 因為我們喜歡用到Divergence 第二 那右邊呢 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Charge 跟體積做幾分 那體積做幾分就是 它包住的Total的Charge 那左邊呢 它就會變成 面積幾一圈 所以我們的高次定律 就變成說 我們這個電通量 在這個封閉的局面 幾一圈 就會等於包住的總電荷 那最後面一個呢 這個 看到Divergence 就要跟體積做幾分 因為我們想要用Divergence 它就是零 對 右邊還是零 所以你的 磁場 在一個封閉曲面上 記憶圈 大概會是零 它沒有近發散 或是近匯聚的磁場 它一定就是有出有進 所以 磁級是永遠是有一個Pair 唯一的單一的難 所以我們這四個就是我們的 積分形態 我們有什麼問題 假設我說 你們把D翻跟微翻寫出來 這樣不過分 然後假設我叫你們再講講它的物理意義 這也不過分 也可以 那假設我叫你們 導一導Continue Equation 也不過分 如果叫你們推導電視波 那就有點過分 因為還沒教 那是我們之後的終點 不過 這四條的 你可能應該要向他熟悉 有沒有看到哪一條還是很陌生 很陌生的同學 你就做電視學小卡好不好 每天看著它對不對 你不用特別 你就把它放在你床的天花板上面 以前我住宿舍就是睡上庫 所以你可以貼一張紙在那邊 看著它睡著了 其實睡前是可以利用時間的 我以前最喜歡把那個想不出來的問題 帶到床上去 然後邊睡邊想 例如說想到了 然後下來一起 睡覺的時候不要浪費時間 好 那還有一個重點要強調 其實也講過很多遍了 我們的微分形態是強調點 一個point 一個point 處境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的積分形態呢 是想要一個reaching 一個段 空間 一塊空間 或是一塊面積 所發生的事情 這個 同學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對 在某一點 它磁場變化 在它附近就會產生旋轉的電腦 在某一點 它沒有電流流過 旁邊就會產生旋轉的磁場 或是有一點 所以那一點 電腦變化 附近的磁場就會轉 有一點 那邊有一個電荷 它附近就會發散 或匯聚的電腦 不管在哪裡一點 它都是 沒有發散或匯聚的磁場 但是在講一點的事情 空間中一點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把它套用到 一個廣大的區域 我們把這一點 對一個面積做積分 或是對一個體積做積分 這是一個廣大的區域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面 一個面 那你周邊 邊界 邊界 變場也叫邊界 肌圈會等於 這個面裡面的 是容量的變化 所以這個左邊都是在講邊界 這個是在講那個區域的裡面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講過很多很多遍了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中間跟邊邊會有關係 因為它會抵消在裡下去 所以靜的效應會出現在邊界 邊界相當重要 那如果說 我們是steady case 我們今天是靜電靜尺的情況 就是對時間微分都沒有 沒有誰對時間微分的話 那我們能夠收尾虧權最怎麼樣 我們的微分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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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1 變成0 我們的靠H 變成只有電流的component 我們的divorgance 還是電荷的component 我們的divorgance 還是0 所以接料是靜電靜尺的情況 不隨時間而變的情況 我們就把隨時間變成我們磁場 跟隨時間變化的電場給扣掉 我們就得到 微分形態變成這個樣子 那積分形態 你看到 Curl就很想要 apply stow theory 你很想要跟這個 面積做積分 然後再用 stow theory 把它變成線積分 所以電場基地圈會是0 那磁場基地圈呢 一樣會等於包住的電流 那這個divorgance 就是想要做體積分對不對 我們已經講過了 體積分 用divorgance的divorgance 變成面積分機 積邊界 外面的這個bunding 那就會等於你包住的 包住的電核 那你的磁場基地圈 還是0 這個跟剛剛是一樣 所以當你是static case 那你電場基地圈會是0 那你磁場基地圈只有電流的contribution而已 那你磁場基地圈只有電流的contribution而已 或者是1.5 那你再有1.3 2.3 你要不要再有2.5 有沒有想到什麼事情 我們一開始講 靜電靜池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沒有講 麻水裡虧的 我們那時候是講 庫倫Slow 跟那個 跟Dell'savaSlow 所以最後一幻拼圖呢 就是那兩個公式跟這些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可以把庫洞說 帶進去這兩個公式裡面檢驗 我們再回來看這邊 當我們是steady case的時候 電廠跟磁場就是decaple 所以這一條 跟這一條 就束縮了電廠的生存的原因 就是我們也發散了 電荷或是匯聚的電荷在哪裡 那跟磁場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電廠是電廠 磁場是磁場 這兩個就完全分到揚標 我們沒有其他顏色 那第二條跟第四條就是講磁場的關係 磁場就是由電油形成環局的質量 沒有會發散形狀的磁場 那這個電廠則是說我們有發散的 但是我們沒有繞一圈機 這樣環狀的電廠 所以當我們是steady case的時候 電廠跟磁場是decaple 這兩個就決定了電廠到什麼樣子 這兩個決定了磁場到什麼樣子 那那個時候咧 我們就用cool and slow對不對 來說明電廠 那磁場咧 我們用biozaba log來說明磁場 所以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cool and slow 帶到這裡面 你會發現它是滿 因為這邊講的就是這樣 電廠是怎麼產生的 你會有電荷 電荷產生發散的電廠 cool and電荷就在講這個樣子 所以你真的把他拿去做curl 你就拍在這裡 你拿他拿去做divergence 你就會得到那個roll 那磁場也是一樣 磁場是怎麼產生的 電流產生的 它產生環狀的磁場 所以這邊有curl 還有一個close 你可以把這個b 拿去close 你就會找到 它的source就是那個curren 所以拿去做divergence 它就會是0 因為它不會發散的 它永遠是旋轉形狀 這個我在教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 有帶大家做一次 當然他們都聽得很不開心 所以我就不打算講了 我又把它寫來講義理 所以有個數學狂熱者 或是電磁學狂熱者可以看一看 不過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我就告訴你結論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e 做curl 做divergence 你會得到這個 你會得到這個 你把不用沙發動 拿去做curl 拿去做divergence 你會得到 curl 你會得到 這代表說 這兩個 跟靜電進磁的情況之下 mustle equation 是完全符合的 對 它並不是新的公式 雖然說我們先講這個 再講mustle equation 但是mustle equation 是more fundamental 這兩個是符合mustle equation mustle equation 如果隨時間變化的話 會怎麼樣 這兩個 只會處理今天進尺的時候 它不會告訴你的 如果東西變化的時候 該怎麼辦 有沒有問題 有嗎 有動嗎 不知道 證明這個有點長嘛 我自己在上面 我同一看 如果很不開心 我又不行了這樣 那 最後還有一個東西 好不行 就是一些特別的主要mustle elval 1.8 我們講無線長指導線 上面帶滿的均勻電荷 上面帶滿的均勻電荷 番生的電場 就是ロ rl0 3 2 pi f 0 R 然後是R方向 那你這邊從1.11呢 它也是一條無線長子導線 然後上面有Current Rho L0 然後這個是上面有Current 它經營的Current叫I 這樣產生的磁場呢 就是μ0 i 3 2 pi R Z close R 其實就是擺放這樣 那Izmail 1.9咧 在加什麼 Izmail 1.9在做一個無線大平板 我們現在越來越了解它 然後上面帶了Rho S0的電荷 那這樣的電場咧 就是Rho S0除以2 f 0 然後N是這個面的方向 那如果是無線大的平板電流 它叫做Js0 那我們的磁場咧 就是2分之μ0 Js 然後叫Js 然後不叫Js0 那就叫Js Ezmail 1.7 在做一個環狀的Loop 上面有均勻的Rho L0 這樣產生在中間的電場 這個環狀的電流 它沒有在粒體裡面 它在錫體裡面 1.43 1.43 我們一個Loop電流 Loop電流是I的話 那我們的磁場大小咧 是μ0iA2 2A平方加1平方 2分之3 然後1放下 為什麼要特別挑這個出來講 因為它們有一些相似性 你看如果是一條 帶滿均勻電荷的電場 是2πr 然後如果你把Aption0 當作是一個Tonson 你可以把它電過來變成D1 然後分之這個Rho 然後是R方向輔射出來 那如果說 今天是帶均勻電流的導線 那它的磁場也是2πr 這個factor是1 然後是R方向輔射出來 然後分之m0 然後身上這個 中間帶著電流大小 然後它的方向咧 是環狀的 是白方的 那如果說是無限大平板 而是右邊跟左邊大小一樣 然後這邊就往這邊推 那邊就往這邊推 我們把它的廠化出來 這個就是這樣向外輻射 這個 這個就是繞一圈對不對 這個大小是 這個factor是相當類似的 都是R分之1dk 然後還有一個圖派 那這邊呢 是往正的方向咧 就是正 對不對 負的方向咧就是負的 電場是這樣 然後是均勻的 跟位置沒有關係 跟這個S1Z 完全都沒有關係 右邊就是均勻的 左邊也是均勻的 因為這是一個 無限大的平板 那這樣咧 我們這個也講過很多很多遍了 昨天還特別講 過去就過去 過來就過來 哪有右手臂比 都知道 這個也是一樣 是均勻強度的 跟這個方向 沒有關係 這個方向沒有關係 往前推 離這個平板很遠 廠牆還是一樣 因為這是無限大的電流平板 它的 2Action0分是ROS0 所以這邊分一半 這邊是2Action0分是ROS1 這邊也是2Action0分是ROS1 這邊也是2Action0分是ROS1 大概一人一半 那這邊呢 也是大概一人一半 這邊是2分之μ0JS 這邊也是2分之μ0JS 這邊也是2分之μ0JS 一人一半 這兩個 形式是一模一樣的 那最後一個呢 說我們是ROS1 我們只能在00D上面算 對不對 不是00D我們也不會算 那在這上面呢 就是 下來就下來 上吹或是往下吹 這個呢 環狀的電流是產生直的直檔 這樣我畫個鍵頭 那它上面跟Z的dependence 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都是 半徑是A嘛 這個半徑是A 半徑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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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A2加Z2 然後2分之三十方再分 它是往上推的Z 所以這往上推的Z 那Action0在下面 μ0在上面 然後這有個2分之1 這有個2分之1 唯一一個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 Dimension這個patch 不太一樣 那其它是一樣 這希望可以 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電場的原因 對 靜電靜持的情況之下 電場就是由電荷產生的 磁場就是由電流產生的 他們geometry類似的話 他們的分量也會類似 他們隨距離 你配的程度會類似 下面這兩個我們其實 不是那麼常見 那上面兩個也不是那麼常見 但是中間這個真的太重要了 我們可以像符記班一樣打十顆金 我認真打十顆 我就真的打十顆金 中間這個拜託大家 我們之後還會遇到它很多很多次 我們會遇到它很多很多次 所以中間這個JRM3 希望大家記起來 這其實也很好記 你就無限大的平板 那已經是往那邊推 往那邊推 這一人一半 這個還要記嗎 那你這個拿手一筆 一人往那邊一人往這邊 一人一半 這是很好記 為什麼這東西很重要 你擺兩個這個就變成平行板電流 對不對 擺兩個這個會怎樣 假設你是反方向的電流 外面的磁場都會比較掉 我們特別再畫一下 如果擺兩個會怎樣 如果我們今天是兩個瓶滿 一個帶正一個帶負 這邊會沒有電廠 電廠為零 這邊也是電廠為零 這裡 這我中間有 中間是多少 Aption0分之Row S0 一人一半 架下來就是兩倍 所以上面 我寫的是什麼 正Row S0跟負的Row S0 中間的電廠 就會是這個方向 然後是Aption0分之Row S0 那磁場 若今天是兩個無限大的平板 一個往上流 一個往下流 那往下流這傢伙 就想要進去 正左 右邊這邊 對 你們有沒有在左邊 自然要進去 這叫我才會出來 所以這邊外面 磁場是零 只有中間才有 中間才有的話 是哪個方向 磁場是進去的方向 它的磁場的大小 就是μ0Js 可以嗎 所以當你擺兩片的時候 它是相反的 一正一負 一上一下 外面就沒有電廠 外面也沒有磁場 全部都confine在裡面 這東西叫什麼 這叫做傳輸線 你們電磁二 就是一直在學傳輸線 前半三分之一的重點 就是在講傳輸線 平行版傳輸線 是你們會遞到的 第一個例子 對 不要忘記這個版 你們下節節 還會遇到它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你知道版兩個導體 外面就是沒有長 這很厲害 所以你一條線 我們應該帶一條線來 對 要是RF線 RF線就是有兩個基因 電磁波在那兩個金屬公園傳 外面都不會有 所以你的RF線 不會干擾到別人 因為它的場次confine 在那兩個導體重點 好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OA復習完了 不要講什麼 下課行 那就下課 好 開場 手上可以拿腳架 手上可以拿腳架